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国民党党营事业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哲称,总经理汪海清既涉入中广交易案遭传唤及限制住居后,又被在押的国民党前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咬出试射键卖中营的党高层。 台北地检署左手度针对中市案,二度针对中营案发动搜索,张汪住处遭搜并已设犯证券交易法制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罪被告身份约谈,案情急剧升高。 今天凌晨1点10分,张哲称讯后或无保请回,他表示交易案没有涉及借卖,凌晨1点40分,汪海清讯后也或请回。 除张汪之外,针对中市交易案部分,检方昨令传唤买方当时兼任荣利公司董事长的中石前董事长于建新作证,检方昨针对荣利当初谈妥以40亿元买下国民党华夏公司所持有,市价估计破百亿元的三中股权,事后却反悔之买中市,国民党却没向于求偿,还签分补契约帮找中营。 中广买家质疑交易案选定买家设非常规交易。 据悉,张汪卓军当庭否认两起交易案设不法,强调资产见价委托专业第三方,中营买方若没遵守合约规定的利润分享机制,国民党可提高求偿,中市案也没预先设定买家。 关于中市案设非常规交易罪部分,检方一正交法第171条第二三项方向侦办,因犯罪所得已超过1亿元以上,最重可处7年以上徒刑,最高的并可5亿元以下罚金。 北检作辅小出击,三人被秘密带到位于特征组就职的北检第五办公室出讯。 昨晚7点45分至8点45分,张汪卑一送北检赴讯。 面对媒体追问有无射件卖党产,两人均未发异语。 蔡正元因涉侵占中营减资款遭积压近近三个月。 周刊作报道,蔡平在提讯时向检方爆料,指中投于99年4月2日所完成的40页机密报告真相。 中营股权交易案始末内容造假,批中投高层想靠污指他中保私囊来掩盖中投高层是最大得力者的真相。 有党高层涉案。